相信很少人會比我們今天的嘉賓講者 更加深入地了解大自然的奧秘和力量 林超英先生 他形容他的工作是這樣的 天上的事在人間伯 他就是現任的香港天文台的台長 人是自然是開心的 其實想想所有動物都是 他開心的時候才會有好袋 憂鬱的人是怎樣有好袋 所以人們說性惡性善我不管他哪句 我就認為性是開心的 我們很多時候不知為何有點煩惱 或者不知為何覺得很憂鬱 其實我們忘記了出世為人這件事本身就很開心 因為他就是有一個開心的過程 人不是石頭爆出來的 不是毛中生出來的 人是在一個很大的環境裏 很多東西混合起來才能出來 而且會長大到今天 長大成人 中間有東西給你吃 為什麼這麼巧這個星球有東西給你吃 你想想想想想想 因為我也是搞天文 我想想很奇怪 為什麼這麼巧這個星球 會有東西吃的呢 假如 在外太空有某個星球 搞就搞一下 搞翻了環境 開始不能夠生活 有些科學家說 不要緊要 我們就可以直 直聞到另一個星球 那就不要緊要 我們找一百個童男 一百個童女 當然要有生殖能力 一百個童男 一百個童女 將它放 雪藏在它 放入火箭 放入火箭 然後射它上天 在太空中漫游 它終歸雅會降落一個星球 那麽機器是自己會打開門的 然後呢 外面走出來 那麽巧那個星球有東西吃 機會有多大呢 有沒有人願意回答這個問題 有啊 有啊 零 零啊 對啦 當然是零 蛤 有人聽得懂嗎 小孩子就暗耳 如果有一億 其實你有一億兄弟子 會迫入那個太空船 蛤 聽不懂的舉手 不過沒有著 他不明白呢 問旁邊那個 你想一下 我們做人 是幾好運 在形成我們那一刻 有一億 減了你 即是 九千九百 九十九萬 九千九百 九十九 個兄弟和姊妹 放棄了權利 讓你上這間太空船 嘩 是幾好 真是 所以一出生 你應該高興 講到這裏 我主要就是想說 人 有得出生 本身是一件很厲害的事情 而你出生 你就已經很厲害了 你已經打低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個對手 很多時候 最糟糕的是 那些人出生後 跟其他人比 那就麻煩了 因為每個人都不同 你選他最厲害 對你最差的 你當然是輸給他 我從來都教別人 當然是想自己最好的 打他最低的那樣 因為我們 未必 做到什麼 第一 第一 第一很難做的 第一很難做的 你要第一 你一開始就說 我要做什麼什麼 第一很難的 但是 做唯一的 就可以 我們的目標 要做唯一的什麼什麼 加幾個形容詞 你就做到 唯一的什麼什麼 就是說 我 跟其他人有什麼不同 所以做人的目標 做到一個唯一的狀態 就不是做第一的狀態 什麼叫做第一 沒得說 人 是一個 英文叫做 multidimensional 就是說 其實你有很多個方面 什麼叫第一 都沒得說 但是你做到某個配合 在你身上 就是唯一 是可以的 為什麼令到我會喜歡 看了三十幾年 就是 又是好像看星一樣 就是突然間 又沒有東西 就是 看到有很大的東西 我不僅見到隻鳥 就是 如果懶人走走 就是 我看到生命的世界 我不是只見到隻鳥 第一 我見到隻鳥 第二 我見到一些活物 我以前沒有想過活物 我讀死物 我是讀物理 我是讀物理 物理 只是死物 我是死物人腦 我是官鳥 再不是 看著那些感官 去見到一些東西 而是 見到一些活生生的東西 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個感覺 改變了我的一輩子 因為它令我 想一些活的東西 我開始發覺 這個世界的東西 是活的 還有 看到它和環境的關係 就是說 這隻鳥是怎樣 和它的食性 和環境 是有關係的 想一下 我們人也是這樣 我在看著的過程之中 就是經常在這裏 來回的 projection 投影 我好像你們 心理學家 都有講這個字 projection projection 在這個過程之中 讓我看一些 和我完全不同的東西 但是 裡面又看到一些 和我類似的東西 我開始 從看著裡面 明白自己 就是 根本上 所謂麻煩 煩惱是自己想出來的 你現在其實不知道 我開心還是煩惱的 你知不知道 你完全沒有辦法知道的 我們現代人 很多煩惱就是 想了太多事情 把周圍的訊息 搞亂你 我們要把那些訊息 其實不是訊息 把很多陰影的東西 走進來 搞亂了 第一件事 要把它化成訊息 不要只是把它當事實 擺在那裡 化成訊息 訊息之後 盡可能化成知識 知識盡可能化成 智慧 其實我們人需要的是智慧 不是需要知道很多東西 而是 智慧者 即是把那些很多東西 統合成幾個簡單的大原則 你能夠拿著幾個簡單的大原則 就是你那個做人的基礎 有很多種方法 我覺得有很多條路 各個人不同 我呢 就多謝上天安排 讓我又看到星 然後找到食 然後呢 又讓我看到鳥 又讓我看到所謂有生命的世界 然後呢 不知怎麽搞出那幾個字出來 啪一聲 某日擺在一起 這樣便可以了 所以不一定要看鳥 你喜歡看其他東西也可以 甚至你看那些反 裏面有什麽 pattern 都是一種觀的過程 你看了它那些東西 轉回頭就是好東西 之類 我覺得就是 我很喜歡這個觀義 真是很重要的 就是 不要看表面 給點時間看下它 而看的時候是靜觀 因為我們中文很有趣的 萬事靜觀 皆自得 萬事 你問什麽都可以 嗯 我有一個經驗 我以前搭飛機 很怕同一架飛機 有個嬰兒仔 有時候很不幸 坐著三十多號 剛剛是有個嬰兒仔 那個嬰兒仔 那個嬰兒子 後一行 從頭到尾 我年輕的時候 覺得很惡心 但是 在 都不知多少年前 有一次我很奇怪 去那個機場 就快上飛機之前 啊 又是啪一聲 我又不知為何突然間 還未上飛機 就開始想那件事 嬰兒仔 又沒有人再有利 嬰兒仔 尤其是一些印裂嬰兒 特別吵 如果你乘飛機乘得多 都可以發覺是這樣的 我突然間想起 咦 不是啊 那些嬰兒仔 吵 是生命的音樂 來的 我真是心念不動 我想了這句說話 我很記得的 那我一次上飛機 真的有個 就真的有個嬰兒在那裡 但是 我一次沿途覺得 那個嬰兒的聲音 都挺好聽的 完全沒有問題 我坐飛機 從來沒有被嬰兒吵醒過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 那樣東西 完全一樣的 物質 但是 你怎樣想它 是徹底的不同 我只能說 我自己一次經驗 就是 心念一動 同樣的東西 變成一種 很如致的生命的音樂 我就提議 用心去解決 用心念一動 我乘飛機的嬰兒 我真的 這次是百分之一百 不是錯的 是百分之一百 我直到現在 我都想不明白 為什麼那次上飛機之前 我會這樣轉一轉 但是這麼巧 真是多謝 不知誰 我就是上飛機前轉那一刻 就OK了 那 開開這裏 開心就搞定了